本今持群功德品源 七水 七宝池中 八功德水 一一随众生意 真的是 在极乐世界上非常明显 一切法从现象识 水能随人的意思 水的温度随人意 水流动的速度随人意 水的这些波涛随人意 样样都能随人意 你想喝这个水 水的味道也随人意 波涯无量微妙音声 波浪有音声 它也随人意 霍文 佛法神神 波罗密声 甘露灌顶受威声 极乐世界 六成说法 树木花草 说法 切宝池里头 八功德水 也说法 你想听什么 他就跟你说什么 两个人同在池里头 一个想听花音 水的声音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花音 一个要听发话 他听的就是发话 能随人意 能个别随人意 这个情形 现代我们 一些科学家 把它实验出来了 那江本波斯 做的水实验 发现 水真能随人意 前后意思不一样 水洁净的变化了 先后也不一样 那下面说 德文 如是种种生意 那天 水在说法 其心情景 无助分别 政治平等 情景心献起 平等心献起 随其所闻 与法相应 之心情景 经体上 清净平等 其愿文者 皆读文之 我想听什么 我就听到什么 说不语文 我不想听的 不想听的 水清净 什么都听不到 永不退于 二六道路 三秒三菩提 水的功德 能帮助你 不退于菩提心 水天 无情之气 何以 能有 如是 无量 妙用 应即随 欲闻 则闻 你看 想听就听 又居如是 不思议 殊胜功德 他能够随 一切众生的 一念 真真不可惜 难令文者 永不对转 极乐世界 这是 听到水的声音 听到 风吹树叶的声音 听到 鸟叫的声音 无论是 见识 闻声 都是在 熏 引 妙法 所以极乐世界 它不会退传 有道理 佛跟你说法 情与无情 没有一个 不说法 有情的 主大菩萨 你听佛讲经 有不懂的地方 大菩萨会 给你讲解 大菩萨都是 阿弥陀佛的主教 大菩萨什么地位呢 解释 不处 菩萨 等就 菩萨了 有多少了 素不亲 主 上线人 去回处 那个上线 就是指 不处 这叫上线 他们帮助 这些 还没有真正 大彻大悟 还没有 尽心的 这些菩萨 就是 同居图的菩萨 方便图的菩萨 天天帮助 我们这里去 听老师讲经 没听懂 找不到人问 极乐世界 所有的菩萨 跟六成 没有一个 不能帮助 所以 那个世界 成佛容易 成佛快 就这个道理 社防世界 没这么多好死 只有极乐世界 有 为什么 极乐世界 是极 一切祝福 美好之大臣 极乐世界 有的 祝福插图 未必有 祝福插图 里有的 极乐世界 决定有 我们果然 对这桩事情 搞清楚 搞明白了 自自然然 实信 他地 我就要 到极乐世界 这个心就坚定了 不再忧郁了 几十区 又快又好 今天最好 这个你还要怎么 只有这一桩是真的 其他是假的